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我们的全方位教育讲座 要再次请到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 江主任来到现场 江主任您好 你好 各位家长你们好 今天我们特别聊聊 您的这个部落格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部落格是很多 其实是免费的资讯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去 其实真的很好用 所以你的部落格 真的帮助了很多人 就像你说的 其实才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已经有50万人 这个浏览率 所以相当地高 那这上面除了有一些 关于大学 像这些亲子教育的问题之外 还有哪些文章 你有做哪些分类吗 这样大家可能找起来 会比较好找一点 对 因为那文章真的蛮多 300多篇 那我把它做了分类 就是像比如说 有申请大学的一些 我叫大学申请初级篇 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如果你什么都搞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从那里先看 那你基本概念都搞清楚了 我有申请大学的这个 就是致胜绝招 那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想要知道 更高一级的知识 然后呢有这个 针对新移民的 新移民必读片 那还有就是 江主任说故事 江主任说故事 就是一些案例 我把它实际上 把案例讲给你听 所以你比较能够 真的搞懂 对 因为案例就比较容易懂 没错 有一些东西是很多资讯 是这个理论上的 可是当你真的 apply到说 真正实地发生状况的 这种case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原来其实有这个 专人在旁边帮助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 对 对 因为有时候你光就 理论上 万一是万一 你没办法 follow这个理论的话 你怎么办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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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在这个 部落格上面 有很多人问问题 那有哪些是 比较热门的问题呢 其实最热门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 就是华裔的家长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概念 还是就是挣脱不来 还是在这个课业上 就是比较 他们比较重视 所以很多家长会问 就是拿课的问题 就是说 应该10个AP 还是12个AP 还是多加一个AP 少一个AP 再多考一个AP 我觉得这个AP不AP 真的是很多人在问 可是真的很重要吗 我想是重要 但是它不是 这整件事情的全部 而且我觉得 你花那么多时间 就是弄那些AP的同时 可能你的这个 课外活动 没有注意到 根本就不是说 非常的强 或者是说 你没有什么个人特质 他们其实不是很了解 那一方面的重要性 所以你从家长 问的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华人的家长 还是那个迷思走不出来 还是在那里 就是完全在这个成绩 学校成绩上面 在打转 像我之前 前几天就有一个人 问一个问题 他说 我九年级的时候 拿了这个表演艺术课 我拿到一个B 是不是就会影响 对 然后是不是 我就不能申请好的大选 其实坦白讲 我的回答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说大学申请 就是高中的四年 反走过比留下痕迹 所以我严格告诉你 我不能跟你说 不会影响 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但是影响是非常小的 而且就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不要一直在那上面打转 要继续往前走 而且就是说 可能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好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家长跟学生 会在这个成绩上 走不出来吗 对 跟这个课业 选课上 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卡在那里 钻你的脚尖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 这样很可惜 因为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在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了 不如去做更多其他的弥补 也许还有弥补的方法 那么讲到这个弥补的方法 其实有时候我们上这个部落格 去看您的资讯的时候 当然了 就像你会把很多 你该注意的一些东西 什么江主任说故事 或者个案例篇 或者是等等 这个申请大学篇 初级篇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参考 但是有时候 毕竟会碰到一些 真正问题产生的时候 那是不是还是要去找 这个真的专业的人来帮你 帮你规划 或者帮你解决 会比较理想的 否则的话 你自己在那边转圈圈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的 而且最糟的是什么 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说知道还好 有些事情你根本都不知道 因为小孩子可能 以为自己懂了 对 小孩子可能都没有告诉你 然后很多的状况是 等到12年级要来申请的时候 家长才发现说 原来你有发生过这件事 原来你有发生过那件事情 或者是原来你可以做得更好 原来你应该早一点 考SAD2的数学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觉得像很多的东西 你还是要相信专业 尤其是我们是专门 研究这件事情的 那其实以哈佛权方位来讲 我们的升学率跟成功率 在这个业界是 我觉得是最高的 所以其实聪明的家长 还是想要孩子进 这个理想大学 还是要交给哈佛权方位 没错 其实我觉得哈佛权 如果说你把你的一些 这个规划 大学这个规划的问题 交给哈佛权方位 你可以更安心 但是另外一点 这个部落格 还是可以当作你 辅佐你的这个工具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呢 这个孩子呢还小 但是像我啦 孩子还小 可是我可以先稍微阅读一下 对 大概参考一下说 我将来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至少你不要搞错了 对 然后不会知道 不会觉得说 完全不知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对对对 什么时候做准备 稍微自己心里有个底 对 真的是 非常的好 谢谢江主任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那么也再次的分享 这么多的资讯 那如果说你呢 也是跟我一样呢 还是这个 是个新妈妈的话 或是说想要对这个大学申请 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可以上到江主任的部落格去 做一些参考 当然呢 如果说你孩子 正在申请大学的 最紧要关头的话呢 也许还是找这个 哈佛全方位教育局 来为您打理 会更理想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